再来看到创立于苗栗的香草药品牌蒲草园 七年前转移阵地来到台东 在东海岸打造了四处的生产基地 贫用在地人力 从种植生产到末端的销售 实践绿色生产链 创办人徐仁和也预告 第一瓶台湾制制的部落香水 即将在今年问世 深入临班地遵循传统 依节气采收香草药植物 制成回归古老手造方式 采低压体炼 且只经过一次蒸馏 放置六个月以上 带生油纯化成为精油 将植物的元素和维生素都保留下来 因为这种干净的生产 所以也可以保护台东这块土地的干净度 但是相对来讲整个产值也是相对提高 2006年创立于苗栗的香草药品牌蒲草园 强调以土为本与植物与人共生的理念 今年前转移阵地来到台东 在长滨、东河、泰马里以及芝本 打造总面积41公顷的生产基地 聘用在地至少40名员工 不仅从生产栽植到研发制作 不假他人之手 盈利也部分回馈给合作的部落 提升产值技能 甚至更进一步开发属于台湾味的香水 透过部落的关系跟林武器合作 那采集下来的东西都会成为台湾气味的一个标本 台湾第一瓶自制的香水 部落山林的香水也在2023年会推出 产官民合作 蒲草原搜罗台湾山林气味作为标本 扮演香水制成的重要关键 也作为日后产品研发的素材 希望将源自台湾的好产品 打入国际市场带动香草药产业发展 经济社商会台湾市报道 免疫苗大规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进消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进消话 章 转发 打进消话 看见 因为冥毛 却提升 皆宣吨